Hello 今天燉食20天 今天 主食是蕎麥麵 豆腐水煮的 青菜水煮的 然後加這個醬 這個雞胸肉也是水煮的 然後這個 加這個油乳 等一下要吃醃果 OK 蛋白質 OK 其實這樣我吃不完 只是老婆 我跟老婆一起吃 其實這樣我吃不完 我通常那個蕎麥麵吃完差不多也快 快飽了 可是我等一下 要先吃點優格 優格其實放最後 蛋白質先吃一點 跟以前一樣 然後最近體重也差不多這樣子 78.2 而已差不多 欸 78.2 這幾天有跑步 喝點糖水 所以體重沒有一直往下掉 然後最近發現一個飲食還不錯 地中海飲食 它最主要還是說 攝取一點深海的 深海魚類的油脂 然後紅肉少吃 就是吃蛋白質的話 就是深海的魚啊 然後骨類 然後油脂 它有油脂跟堅果 油脂就是選用那個 出炸的橄欖油 然後 還有堅果 相信我等一下會吃一點 然後他們比較 比較少用炸的吧 都是用烤的 像焗烤這種方式 所以他們這種 地中海飲食其實還不錯 然後接下來 有飲食可能也會 類似這種做法吧 對啊 他們 主食 主食 好像 他們有些是米 好像不是我們這邊的人 它叫小米 印度小米 印度小米 就是感覺好像 呃 就是好像 比較碎一點的 那個一大一片 它那個 有點 等於說烏骨類的東西 比較好啦 少吃那個精緻澱粉 因為我覺得最近發現 精緻澱粉對身體危害真的是蠻大的 會造成你 血糖一直破洞 然後 瘦比較板 比較板 所以我們 你看現在我們的飲食 都是比較健康 著重於說 蛋白質攝取多一點 澱粉少吃 澱粉少吃一點 澱粉對身體危害真的是蠻大的 澱粉就是會讓你變成 它把那個轉換變成 儲存起來 因為我們乾糖儲存東西有限 差不多400到500公克 剩下就是儲存在我們身上的 臉頰 臉頰 肚子 全身的各地各地方 對啊 所以我們要讓我們身體的那個 胰島度下降 然後 身糖指數 爬高 我們就可以 把我們的那個脂肪拿來燃燒 OK 就差不多這樣子 然後 我真的是吃不了這麼多啦 今天第二十天了我覺得 狀態都蠻好的啦 這個量有點多 接下來我可能會買一些 買橄欖油把 出炸橄欖油 有點像 有點像我叫老婆 就是等於說有點類似 義大利那種料理 其實地中海飲食真的是很好 那不是 有些像我老婆那比較 比較喊嘛 他說 地中海飲食就是好像地中海平學那種感覺 不是 在這國家吃東西都是好的油脂 而且是深海的魚育 然後 通常他們不是用炸的 通常是 比較用取烤的方式來 來 蜂巢這些食物 然後最後 橄欖油是淋上去的 他們畢竟 他們每天都是有 等於說 橄欖油那種淋 然後來吃橄欖油 所以他們可以預防那個 阿滋海默症 把人吃在一陣 對 這是我們國家比較沒有的啦 對啊 而且他們地中海飲食 還有吃他們的 當地生產 叫做櫈瓜 櫈瓜 蠻貴的 外觀長得跟小黃瓜 感覺是一樣 可是阿 它的營養價值 其實沒有像我們地瓜葉這麼好的 所以我們可以把那個 義大利地中海飲食 櫈瓜 把它換成地瓜葉 地瓜葉對身體不錯 真的 一樣 營養價值 膳食纖維都很高 我們可以 可以 等於說 把我們改成我們中式料理 對啊 那我現在就是 要用餐啦 OK 那希望影片還訂閱 拜拜 再見 OK 拜拜 再見